可以在这边致敬一下自己的老队友 这首真的是懂得直接致敬一下老队友 芒僧 姿态要玩芒僧吧 感觉芒僧打剑胜前期还可以吧 打到后面是没法打的 可以 这是宁王让亮的吧 应该是宁王让亮的 宁王最喜欢的英雄 来了 但这版本洪凯是很OP的 这版本的洪凯 只要你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发育 他出到摩切加两件穿甲装之后 他的伤害是看不懂的 摩切加那个潜血之爪 看到了 但应该左边也没法先手 左边这种先手就塞拉斯学艺 再插毛 要上了 这边正在插毛 完了 走不掉了 这个毛就这样插的 而且是给杰伦哥的剑胜 直接搞了个一血 好舒服 等直接回头了 打下路怎么办 可不可以直接拉到 这下路直接四包 能够换一个 好像换不掉 越拿了 这波是一级打了西威尔的闪现 导致这波越塔是毕成的 是 下路 这个回程 这感觉回不去了 断道就有点出事了 是的 放心一眼 看一下怎么说 Q技能又命中了 替了今天的Q技能非常准 打不就到了 乌兹应该要倒了 而且这个时候 小猫也走不掉 冰女来了 直接大给小猫 冰女这边会锁住 一丝血 凯尹两个头 完了 下路崩了呀 对的 作为ADC 你已经在难受了 小凯 在姿态过去的话 应该会知道 不过姿态这里是没有惩戒的 中路 中路 有机会单杀 一大招动作 A下 被冰女 W了 最后是走不掉 然后另外一边呢 红霸服 好像还是被反下来了 因为毕竟这里是多一个惩戒嘛 刚才姿态惩戒 还是没赚好 是的 而且健身到6了 凯大 直接上来了 跟上他们 很细 先不交Q 刷一个Q出来 宇哥这边好像死了宇神 哎呦 最后周杰伦是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宇神的闪现 好像刚赚好 差一点点就 但这个时候小凯来了 下路没事也不知道 而且他应该能窗户大招 不过这里想要越塔 一个两个 两个人能跑吗 过来能够杀一个 真的要靠小凯了呀 就伤杀吧 没拉到 但没关系 伤害够不够 还在华 还在华 真的没给到 有闪现的 其实 步行可以交闪杀 升6了 但是没关系 小凯这边湿巾突刺转好 回身直接 WA拿到人头 哇 这一波 拯救拯救 能走多 直接过来 战伦哥在防他冰爪过来 很细 你 莱特密 我跟你说 战了战了 好吧 有助攻就可以 但我只能说 莱特密你这路走改了 这头能 能直接K到吗 下路这里 KID过来 硬流了 还有一段绷带呢 再等克里斯都到 闪现Q 完了 伤害够了 下路别死了 KID笑得很开心了 真的下路可以不死了 但姿态在这里 这波找到了 要不要两个人配合一波月塔 算了吧 好像还有大招的 但是杰伦哥开大了 三刀一 直接Q起手 拉到 又能开不出大吗 直接秒了 杰伦哥很细 达不了康塔 一个杀到600块 机会 就想杀这个南枪 对 够强拉 有没有 来 拉到了 那感觉这波有点危险 用杀用杀 周杰伦这个位置先被换掉了 刷有点高 伤害 Q闪很帅 收获人头 一个回头望月 但是姿态来了呀 开启走 讲高过 11级打10级 好像我先打不过 不行了 能不能走下一个Q 伊藤没拉弓 那没办法了 但这个位置 队友也得过来 打住了 打住了 主要猫咪的反手 他大的很好 而且雨神这位置有点尬呀 雨神选择往上一打起来 冰女闪现过来 勇双 她的大势被西威尔的盾给挡住了 这一波被巫子给操作了呀 但是正面雨神的伤害也蛮高的 在这里面斩了两个 再斩一个斩不掉了 雨神可能会被流血流死 但屋子这边还跟Crystal雪拼 走位扭了一个穿刺 不过Crystal的伤害还是太高了 最后是峡谷之内战队 拿到了这一波团战的胜利 但这里有猫呀 直接追上去就要开坎了 小凯还有小凯 我在绕 我在包 人头给到小凯 450的终结 那这波有没有机会打大龙啊 呃有机会 主要对方上野都死了 感觉直接开打 这个时候CZR有TP的 要不要踢过来阻止一下 三打阿姆感觉也得阻止啊 要阻止的 因为毕竟有个阿姆姆 在这个地形还是比较好发挥的 阿姆姆来了 阿姆姆看一下 要进吗要进吗 QQ进去了 大招大招两个 拉扯一下 冰女进场打得很好 把周军伦先秒了 Crystal一直在输出 Crystal走位扭掉了小凯 这个泳霜 蓝天边就过来 假掉阿姆姆 血怒一来 全家升天 但是证明CZR已经进去了 没有技能 这一波开场没有技能强 CZR被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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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龙拿到了 但自己也倒了 49滴血啊 他冲下去闪现A 乘Q把这个大龙吃了 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 对面的大龙给断了 但说实话 这一波即使抢到了龙 我觉得最长战队也是挺赚的 他现在赶紧再刷一刷 但是正面队友不能出声 哎 小猫 小猫 上不去了 被钻了 但这波上来伤害差一点 还好Q能可以收尾 但这波自己也跑不掉了呀 哎 这波感觉姿态 也是为了杀一个小猫 其实这波还可以 对地方自强 Light Me来了 有没有机会 正面乌兹 但被眼睛看到了呀 顿挡了拔毛 乌兹这波 小凯上来一个拉 拉到了卡丽萨 万军同桌 只取敌价手机 卡丽萨一个阿闪 回身撞飞了小凯 但是阿木这个缠 没缠到 而且小凯这一波 直接偷了个阿木大 把伤害给拉满了 小凯在绕后 小孩有 啊 跑不掉了感觉 跑不掉了小凯这个二段一有点准啊 他在等 哇 伤害好高 哇 同意飞带摸一下 这边走上来 让你来开 正面这两个人都不怕你开 大招直接给 但这边强弩没有拉到 雨神这边能跑吗 有双 钻眼睛地动不住了 K的上去 看到这个人不想开的 后排被接了 但后排好像还可以 哎 剑胜被描了 但小凯带方好像有点小无敌 是 这个时候通灵的开一大 钻进雨神的准备 小狗也A起来了 雨神打一套 雨神这边要被击杀了 二段墙路再打一个桶 正面小狗也完成了收割 这波团打完地表最强 应该是要拿到听牌龙了 是 哇 这个小凯带猫 好狠 伤害有点溢出了 是的 下路一打一 姿态这个位置很能吸 进墙里 闪现过来挺进碰坏者 姿态交闪 反正W击飞 因为姿态的大招已经交过了 不过这里有急走 能不能追上呢 是那个蜂龙地形 他急走CD了 蜂龙地形的加速 那两边就都有了呀 反正Q到 这不真的能杀得了吗 小凯又偷了个阿梦大 这个他大了两个人 伤害急拉满了 现在拖一下自己的CD 是的 十净兔子好了 吸一口 再往前 猫咪给加速 一个墙路没露到 没关系 闪现过来两下拿到这个人头 武兹也铲上去拿到了 单枪的人头 他这样应该要一波了呀 说实话真的敢开这个塞拉斯 他身上还有个金身的 还有猫 对 还有猫 这一波真快不死 是的 上一怪不死 他这样五个人直接来了高地 那这一波只要兵线赶到 中了还有超级兵 应该是稳了 剩一个门牙 想要追一下阿木木 被钉在圈水里面了 赶紧跑 是 这毕竟对阿木木 还是挺仇恨的 初期阿木木的Q有点准 那这样随着在水泉前面把自己这一场不停针对自己的阿木木击杀掉之后 我们要恭喜地表最强战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他们 恭喜他们 教练选的阵容也好 然后两位明星召唤师的发挥也好 我觉得吉隆哥就是那种你单排比较喜欢的碰到的打野 他一直在控资源 然后他先锋吃了也给你拿 我们再次恭喜地表最强战队拿到比赛的胜利